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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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 靠着你所赐下的真理 我们可以去执行这方面的任务 天父 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在线上参与这个课程的人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我们把我们自己恭敬的交托 愿主你赐下耐心 赐下专心 让我们在听的过程有美好的领受 我们也把我们的讲言 刘弟兄 刘校长 恭敬的交在你的圣手当中 我们谢谢他 因为他在百忙中愿意抽出时间 来跟我们谈这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把他恭敬的交托 愿主你赐他聪明智慧 把当讲的话讲得清楚 让我们听的人也能够听得明白 主啊 我们把整个聚会恭敬的交托 谢谢你 随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有心弟兄 年迈 谢谢圣光传道来为我们做这一个的开始祷告 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的疫情当中 我们需要依靠的乃是我们的上帝 那也唯有靠着我们的上帝 我们才能够在凡事都顺利 让我们一起来唱接下来这一首诗歌 《耶华作者为王》 我们有请的Amen来为我们放这个的歌 《耶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红水泽澹的时后》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作者为王 黄风去浪地时光 耶和华作者为王 祈祷永远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你的荣耀高过初天 我赞美你 是耶和华 唯有你 你命被尊重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你的荣耀高过初天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树叶和华 你的荣耀 充满在天地之上 天地之上 耶和华 耶和华作者为王 黄风去浪地时光 黄风去浪地时光 你的荣耀高过初天 我赞美你 主耶和华 唯有你 你命被尊重 你命被尊重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你命被尊重 耶和华 耶和华 也和华彼此令良 耶和华彼此离苦难 我将圣秋交干进 美丽几亿 耶和华彼此地凉 耶和华彼此平安 因你丰盛地中而我仰望你 耶和华朝乎万民之上 你的荣耀 高阔主天 我赞美你 主耶和华 唯有你 明天明辈尊重 耶和华朝乎万民之上 你的荣耀 高阔主天 我赞美你 主耶和华 你的荣耀 充满在天地之上 耶和华彼此地凉 你和华彼此地凉 我从深处求到你 你临近 你和华彼此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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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忘记 你和华彼此地凉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你的荣耀 高阔主天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你的荣耀 月荷花 和你做着未来 夜和花作者为我 狂风去浪地之后 夜和花作者为我 直到永远 是的,那在这个的疫情当中 我们不晓得会持续多久 可是我们心中仍然有一个盼望 那就是夜和花永远都是在带领的那一位 不是魔鬼,不是疫情 乃是我们的夜和花上帝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刘荣基弟兄 或是刘荣基校长在新加坡 我们来分享这一个这么宝贵的信息 那他之前是新加坡的校长 那更多的简介呢 我们就有请陈宗登医生 陈宗登长老来我们介绍我们的今天讲院 我们有请陈长老 大家听到我讲话 听到吗 听到 听到 弟兄姐妹 新年蒙恩 欢迎大家来出席今晚由刘荣基校长所主讲关乎教育 所面对的挑战和我们的回应的这个讲座 在还没有介绍今晚讲研之前 我想花几分钟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安排这样的讲座的课题 以圣经年师工领袖的培训开始的四个讲座是刘荣基 传到探讨如何牧养青少年的课题 因为教会的敬拜 因为教会的敬拜音乐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们就安排了业老师来探讨音乐和敬拜 接下来 以圣希望借着三五个讲座来探讨关乎教育的课题 为什么在这个推动青少年事工的平台要谈教育呢 这是因为在这一年来在探访各教会的过程中 发现一半的教会青少年的事工都做得不很好 好多教会的青少年团都已经停止聚会了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青少年因为移民到城市或是到国外求学和工作 第二是信徒的生育率下降 青少年与儿童都减少了 另一方面有些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却非常的浮沫 那些青少年事工做得好的教会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教会也办教育 如补习班、幼稚园、安清班等等 很明显的 我们应该鼓励众教会都考虑投入教育的事工 如果教会要办教育 那动机又是什么呢 教育来当桥梁来借出悲信徒呢 还是爱心来提升下一代青年人的生活 或是因为教育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温床 与信价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 另外如果我们要将教育在教会做得好 来荣耀神 我们又应该怎样子做呢 那么我们又要怎样从办教育 来引导年轻人来跟随主成为门徒 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课题 我们谢谢刘荣基校长来谈教育的一课 荣基兄在七十年代在江沙信的族 过后参加冰城车水路复应堂 在那边灵命成长 然后就在基隆坡马大念书 在基隆坡教书 当时担任山路复应堂的执事 过后到新加坡担任两间中学的校长 然后在上海曼谷担任三间的国际学校的校长 这些学校当中有些是教会所办的 在新加坡那段时间 荣基兄也是新加坡不给班长归堂的长老 他两年前退休后决定回来到医保定居 并不是周围的小教会 这新的一期刚出炉的傅书康就有荣基兄的装访 希望大家可以从他身上学习 我想电子版的傅书康已经出炉了 你可以向永信跟他说起这个电子版吧 所以今晚由他来分享 深信大家都会得益 谢谢荣基兄 好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讲员 刘荣基弟兄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一个信息 弟兄姐妹晚上好 首先我要谢谢陈中顿医生和业修方老师 安排协调制作今晚的视频 我被安排在要讲一个题目 就是有关教育的这个课题 谈到教育 它是一个非常大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由于我在新加坡从事教育 我就引用一些的数据来说明 政府把教育 新加坡政府把教育 看成是一个很重要很大的问题 就拿所谓全国的议算案 很多年来新加坡花费在每年的议算案 在教育方面 就是大专 公益学中小学的建设 发展 老师的培训 老师的训练 老师的心经 福利 行政设备等等 大概花全国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几 这个数目字呢 只有比国防来得少一点 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就是从数量的观点来看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 有关教育的书本 杂志 刊物 研究文献 报告 等等 单单单只是讲英文版 如果我们把二三十年来的这些文献 收集起来 就足够填满一件普通的州立大学 教育也可能是一个很敏感 也牵涉到政治和社会的课题 政治层面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讲 但教育和社会问题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当我们谈教育课题时 就很难免要谈到了社会的问题 回到我刚才讲 为什么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 和它的优势和劣势 一般上来说 如果一个国家 能够推行一个 经过慎重考虑研究优良的 教育政策 实行科 那么还配合了其他 有利全民的政策 此之以后 就能在未来给国民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 促进经济的发展 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 所以说推行良好政策在建设整个国家 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条件 在去年 在去年OECD举办的一个教育排名当中 在76个国家 在76个国家 新加坡名列前茅 那么马来西亚就排名52了 难怪马来西亚的竞争能力 一落后其他的国家 那稍微要讲一讲 要解释一下 这个OECD是代表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他们经常举办 一个叫做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简称PISA PISA 这个测试 那么根据10月23号 新加坡还是十报 他们就叫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 The Singapore students came on top in the global test for their intercultural skills awareness of global issues and ability to appreciat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翻成中文是说 新加坡学生在跨文化技能 对全球问题的认识 去欣赏不同观点的能力 在全球测验中 明月前茅 其实这个测试 PISA这个测试 除了这一方面 还有科学 数学 语文 的测试 在这一项的测试当中 是新加坡是明月前茅的 在我们还没有谈到教育所 面对的挑战之前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课题 就是教育所面对的挑战 和我们的回忆 我先给教育做一个很简单 很实际 并且有传统性的一个定义 就是教育是一个对学生朝向正面改变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是让学生改变朝向正面改变的一个过程 当然 最理想的教育 是能够达到五方面的发展 就是所谓的五欲 德 智 群 体 美 然后我们也要思想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在不少传统保守的国家里面 我们不难看到一个令人遗憾的现状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观察 就是有官家长的教师们 对教育的看法观念 虽然社会已经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巨大改变 但是他们的看法还是很成就 还是很保守 依然没有改变 所以我把这种情况叫做传统或者是说经验的专人 英文是说 The tyranny of tradition and experience 简单的说 以前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教我们 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教孩子 以前我们的老师用同样的方法去教孩子 今天晚上的分享会当中 我要大家思想下面四个题目 第一就是改变的必然性 第二是未来改变的趋势和挑战 第三是老师和家长在教导合同所扮演角色的改变 第四是我们的回应跟使命 现在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要改变呢 我们谈的是思维和看法的改变 当然每一个人对人生对政治 经济 经济文化 宗教信仰都有不同的看法 今天晚上我们只谈对教育的看法 我们想一想 我们是谈到思维和看法的改变 那么对教育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否有具备这样的一个心态 能够退步静一静 思考再思考 特别是有关教育和学习最好最有效的方法 到底今天我们的看法在这个时代是不是事实呢 或者说已经过时了 或者说是不知道我们再去坚持我们的看法 就让我引用一个非常争论性的一个课题 在科学 在教导科学 数学 到底教导孩子最能让学生学习容易明白 而且能够对学生的事业和未来的工作 有帮助的教学迷惑是什么呢 人见人知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当你做了一个选择 可能是根据不同的理由 你就决定了你为孩子 去选择不同源流的学校去就读 从国民兴学校到国民学校 甚至私立的国际学校 对一些尤其经济有能力的家长来说 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 改变看法是使人感到不舒服 但是是避免不了的 我们的自然倾向是趋向保守 而不愿意改变本来的看法 虽然一般上我们都会保守 而要坚持我们一向的看法 但是我们有时候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 要继续我们的看法 就可能就不容易了 我举一个例子 高中毕业后 到底要选择就业呢 或者是升学 就业要找什么工作 在什么地方找工作 升学要读什么科 要读工科 理科文科 商科法科医科 很多时候 父母都有可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为了孩子 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 他们心目中 所谓有前途的学科 而忽略了孩子们的兴趣 和他们的学习能力 我在吉隆坡教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 是很优秀的 他姐姐当时候在马达读一课 所以父母就认为这位做弟弟的 就应该读一课 所以就给孩子过分的压力 后来这位学生 精神上出了状况 连高中都没念完 毕业后 没有毕业 半途而废 十分可惜 所以有时候父母的自作 让孩子受到非常严厉的伤害 是不必要的 我们的前途是充满了许多的未知数 而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我们很可能是会步入三个误区 第一 就是我们没有在过去的失败中 学到功课 失败了 但是这个失败 我们并没有了解到我们失败 也不知道自己失败 而学到功课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国家教育政策所推行 有关教导 数理科的媒介 第二 就是在适应方面失败 因为社会在改变是不等我们的 它一直在改变 社会改变 经济改变 各方面都在改变 教育也在改变 所以我们也许是缺乏智慧 没有听从教导 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导 或者是因为不肯接受信息等等 在适应方面我们失败 第三方面就是没有觉察到要发展的趋势 我就拿新加坡做个例子 由于新加坡没有 那个是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事 没有觉察到这个市场经济的趋势 而银行 财务管理发展 是需要大量的电脑科技 所以很多年 新加坡没有在理工学院 大学里面 投入足够的资源 来训练装备学生 你是新加坡 今天新加坡 要依赖从印度引进来大量的科技人才 造成一些社会的不满 谈到我们失败在 为何要改变 我就要引诱一个悲论 英文叫做Paradox 是这么说的 A failure to change in good time is a result of a failure to change in good time 翻成中文 我们失败 是在最好的时机要改变 是因为失败在 最好的时间要改变 而没有去改变 很多时候 我们会认为 这还是好时机 并没有需要做到任何的改变 但是 采取行动的时刻 已经到了 讲到这一点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是常常要依赖 让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和拜 有一句话我们得接受的就是 The only constant is change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不论是个人团体 社团机构 教会 国家社会 都在面对改变 它带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从个人要改变 三方面来思想 当我们计划说 绝对要改变 要先从 朋友 亲人的 成功和失败 吸取教训 学习功课 第二 我们虚心要问自己 到底我们期望 有怎么样的成就 并且了解我们的能力 才干 我们的强项 我们的弱点 第三 我们得开成布公的和我们的亲人 沟通我们的相关 我们常听说一个词 就是叫做世界环球化 或者是地球村 由于交通资讯的化合都会迷进 所谓的远距离观念 已经不存在 以前 宣教师 从英国到 中国去 他们要花了 超过一年的时间 才到达 今天 只需要一点 在几十年前 从 马来西亚去台湾 是坐船去的 如何 如果 去台湾读书 经济不许可的话 他们就坐船 要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才从 冰城到达 但是今天呢 我们是在怎么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 聚会也好 什么会议也好 都可以通过 视频 马上进行 就如今晚生的讲座位 在新冠病毒期间 教会已经适应了 非实体的敬拜 现在我们来谈谈 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 很多国家 会越来越依靠 从外国引进来的 特别有技能的人才 所以人才流动 是无法避免的 这将会带给 本国人民 很大的竞争 在环球化的世界 具有战略性竞争的资产 会是越来越依赖 知识 和特别的技能 我们生活被科技 自动化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支配 在这种环境之下 能有创意 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十一世纪 带来的问题 是太多的资讯犯了 知识爆炸 电脑 技术的冲击 这些发展 给年长者 很多的困扰 很多的年长者 都无所失足 那么 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 很严重的 就是在道德 观念的移动 很别改变 很多年轻人 很容易的 就从网上 接受到一些 不良的秩序 那么 在这个时代 年轻人 很可能会比他们 先辈受更多的教育 这个社会的生活成本 是越来越高的 生活费 各方面的消费 都会高涨 所以 越来越多的 做丈夫的妻子 都得工作 养家 公务 在这种情形之下 年轻人犯罪 犯罪力和离婚力 就慢慢上升 面对这种社会问题 教会 还能扮演 何时代的 角色吗 尤其 是能不能 提供 信徒们 实际的 劝勉 和帮助 还有一点 不能复制的 就是 人口 结构的问题 社会的人口老化 社会人口老年化 更多的小家庭 在大都市里面出现 小城市的人 流到大城市 乡村流到少 小城市 小城市流到大 大城市 所以小城市 乡村 就变成老人村 那么在大城市的家庭 是比较关闭的 因为工作的关系 大家都很忙 人与人之间 就越来越疏远 这也许也是因为 科技 让人 更加的 个人主义 社会 少了关怀 变得冷淡 人情冷淡 人的爱情 冷淡 现象 这种现象 也发生在交流 所以二十一世纪 是非常挑战性的 社会将会面对 严重的 种族 问题 种族 宗教 政治分化 就拿美国为例 已经面对 宗教狂热的 犯人的影响 我把它称为 特朗普 现象 大家如果注意报纸的话 就发现 今天 美国的社会 是很分化的 是 营作政治 营作宗教 营作种族 这种情形 不单单 具现在 美国 也会发展到 其他地方 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 会发生 更多 收入不平等的 现象 从而造成 社会 很可能出现了 一小部分 非常贫困的 族种 那么教会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自然的 有更多的 多余多 的出现 这当然会影响 来教会的人数 现在我们来到 谈到这个教师 传统 角色的改变 以前 做老师的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他们是 知识的 分配者 dispenser of knowledge 现在呢 却要成为什么呢 知识的 促进者 或者协助者 老师变成 the knowledge facilitator 所以这个观念 我们必须要 认识到 不同的角色 现在所看重的 教学的重点 是能够在班上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促进 催促 不同学生 学习能力的学生 他们能够上进 他们能够学习 要达到这个目的 能够针对不同学习 学生能力的学生 老师就得 先得到先进的 方法的培训 这一点 在新加坡 老师就非常幸运 他们每一年 都可以申请 100个小时 的教学理系 还有一点就是 以前的重点呢 就是要找出答案 现在的重点呢 不单单是找出答案 现在的重点是要 问对的问题 教学要趋向多建设性 而少指导性 教师要帮助学生寻找对学生 自觉有用的知识 根据学生的以往经验 让他们发现到 他们所学习的学格有什么好处 这一点我想用英文讲会比较清楚 这个观念呢 这个所谓多建设性的观念 英文是说 Constructionism Constructionism is an approach to learning that whole people should actively find out and acquire the knowledge they desire dependent upon their experience 老师必须了解到 教学 必须 以学生为本 而不是根据老师的方便 是根据老师 教学的方法 有没有效率 学生能不能够明白 而且要认识到 学习的全人因素 能力和学习方法 英文是这么说的 Teachers are the take note of the whole perso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learning such as aptitude abilities learning styles of the student because students sometimes are visual sums are audiovis auditory auditory sum depends on reading writing and some in aesthetic 不同学生 有不同学习的方法 有些学生 他只需要 凭他的听觉 他只要听 很注意地听 他就能够明白 有些学生 他必须要看见 要看见一些模型 要看见一些的标本 要看见 有些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他需要默默地念 或者是难读 有些学生呢 是需要在听课的时候 一直在写笔记 有些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他一定要活动的 就是要问 要问问题 要交谈 要跟学生 跟同学 谈谈他 他的疑问 他要走来走去 所以老师必须要了解到 所谓的全人因素 也了解到学习 学生学习 有不同的方式 那么今天 掌握电脑 成为教学的攻击 已经是不在话下 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病情当中 学校看病 有一些学生 不能够到学校上课 或者只是 允许部分学生 回去学校上课 所以老师 必须要靠你上课 老师也必须要具备 这个所谓教导 学生思维的技能 扩展他们在 思维 促进他们在 创造思维 批判思维 提高他们的能力 尤其是对高年级的学生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be trained to teach teaching skills thinking skills and involve students with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还有一点 老师希望也能够在同学当中沟通分享他们教育的成功经验 还要提一点的 最后 但是并不是不重要 是希望老师社会 是社会 道德的 健护者 这点 不能够被侵蚀 或者看得不重要 一个国家道德健康 是决定于他人民的价值观 品格的建议是通过个人树立的反调建立起来的 尤其是从小就开始 除了家长以外 就是老师的责任 这一方面 小学的老师 尤其是任道重远 老师是塑造一个和牧社会的防御机制 他的这么多改变 有什么东西不改变呢 我从几方面来看 是不会改变的 第一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成就 成功 第二 我们希望孩子们 续续他们的基督信仰 成为一个道德政治 逃生喜悦的基督徒 而且能够完成 被造为基督徒的目标 第三 教会会继续存在的 所以除了满足信徒们 临信上的需求 信徒对教会的要求会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谈到我们的使命 和我们的回应 所以根据以上所提的几点 我们会觉察到 我们学校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我们又不能够提供一个成功的途径 或者一个所谓的成功方程式 也不能指定所谓任何成功的指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教会和家长的角色就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只从最基本的基点来跟大家谈 教会和家长 有这个灌输正确观念的态度 发展孩子们在技能的能力 第二 帮助我们年轻人 发现他们的问题 并找到方案 在教会的指导下 规划他们的未来 第三 我们的教会要继续帮助年轻人 灵性上的成长和更新 第四 聘请有扶招 对青年事工有经验 有负担 而且能辅导 劝勉纠正青年人 灵命成熟的传道 第五 比较大和有经济能力的教会 要考虑在学校放学后的时间 把教会的场所开 学有专长的老师 给学生补习指导 这样 大安排就能够提供 教会接触到学生和他们的家长 那么教会也可以考虑 开办一间 可以以基督教里面 作为伴随理念的幼儿园 那么为了使孩子们在学校学习过程当中 进步 在这个道路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给父母在教育儿女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 最后我以罗马书第十二章一阶和二阶来作为我们的介义 所以弟兄们 弟兄姐妹们 我凭上帝的怜悯啊 劝你们献上自己的身体 做圣洁蒙上帝悦纳的活迹 你们以当这样事奉 你们不可随从世间的潮流 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和变化 这样你就能 明辨上帝的旨意 知道什么是善良 存全 蒙他喜悦的 谢谢大家 好 不好意思 我换另外一个的 户口 现在应该会比较好了吧 哈喽 好 这样应该比较好了 不好意思 感谢这些问题 好 那就请刘弟兄来分享一下 关于之前学员所问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目前世界最高教育的准则是什么 如果教育是提升理性的思考 那么对教会最难的挑战是什么呢 其实对教会最大的 挑战就是所谓的法令 因为根据我所知道 几十年前在马来西亚 尤其是卫理工会 他们办的Medity School ACS Medity Boys School 这些在马来西亚 就给很多年轻人 有一个正统的教育 不单是这样 而且也有不少的学生 因为参加教会的 一些礼拜就信了耶稣 以前我们福音堂 在基隆坡也办 学校就是 福音堂 Primary School 福音堂 Boy School 福音堂 Girls School 那么今天已经 只有那个名义而已 只有那个基督教的一些名称 但是已经没有 没有那个真正 能够用基督教的理念 来传扬 传扬给随生知道我们的信 所以我们教会所最大的面对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来讲 是不能够直接来参与 所谓正规的教育工作 所以按句话说 如果教会要帮忙学生在教育方面 就只能够用一些 所谓福音义工的工作 比方说在我所谈到的一些 建议当中 就是学校 教会可以提供给学生 一些活动的空间 一些大型的教会 可以开放教会 让学生来 或者进一步 甚至我们可以考虑 还有支援 开幼稚园 那么就接触到学生 接触到家长 真正要用一些传统的正式 所谓的教育 开学校 我想在马来西亚是不太可能的 嗯 所以是要透过教会开办的一些的机构 或者是 Sender来到帮助这一班的孩子 或许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不能够直接 直接的去做所谓的教育工作 而是间接的 间接的让学生 也能够接触到福音 也能够接触到信仰 不是很直接的来 跟他们 用正规的教育 来帮助学生 不可能的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的中心 或是这个Sender 能够把这个福音 带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 那就有另外一位的学问 那我们应该要保持 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来到去做这个的教育呢 我想 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 我们必须知道 这个教育不是 一两天的事 不是一个星期 不是一两年的事 可能是很长远 很长远的这个投资 所以我们教会必须要支持 这一方面 这些所谓的福音的育工 让一些有 有呼召的 一些基督徒 能够投身在这个教育的 这个范畴里面 帮忙着学生 让他们感受到 原来在教会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他们能够了解 能够接受 能够慢慢知道 原来指导他们的 他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是带着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来到去教导这一班的孩子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心态应该是一个 伟生的心态 当我们说要踏入这个教育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必须以伟生的心态来到去做这个的工作 当然 当然我们 我们做教育的教育工作者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我们不能够很直接的 去做这个所谓正规的教育工作 但是我们可以间接的 间接的介绍福音 间接的让他们了解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 现代教育的价值取向 似乎为了拥有更好的事业 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而不是提升更好的生命品质 如良善政治这一些 那有不少基督徒在社会 面对竞争 渐渐失去了属灵的价值 那你有任何的看法呢 关于这个 这个是关到基督徒本身 本身的信仰 价值观 然后父母在这方面呢 也泛于相当重要的 因为一个人的 价值观 他的思想 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如果他从小已经是很势力 很看重这个物质的享受 很注重去竞争 那么他 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 属灵的眼光 去看事情的话 这种情形 会使到 教会负责青年事工的 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我们所做的就是 很基本的 很基本的 先从家长 家长帮忙 还是 做手 不能够耗高 物业的时候 我们要成立一个 大的一个机构 什么成立一个 大的一种 一种组织来 培训什么之类 是很难做到 因为客观的因素 不允许 所以家庭陪伴的成长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应该从家里开始 先以父母 成为一个的 很好的仿样 来陪伴 关属一些正确的 属灵观念 这或许就能够影响 他们下半辈子的生活 跟那个仿向会不一样 对的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未来的年轻人梦想 或是玩游戏机 就是在IT方面 会成为他们的职业的生活 或是成为一个职业的 这个的选手 就是玩game的那个选手 打游戏的 那你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这个问题 不简单 因为我的孙就是 一个例子 他在IT方面很厉害的 那么 我儿子只能够 从旁指导他 一些东西可以做 一些东西不可以做 但是他幸运的就是因为 因为他从小就是接受这个homeschooling 所以他有很大的空间 他在homeschooling里面 他有很大的自由 可以选择一些所谓有兴趣的 在父母亲指导之下 选择一些他有兴趣的取向 那么如果没有父母亲去监督或者指导的话 他说他要在这方面玩game方面发展的话 可能会走到一个 没有得到效果 反而得到他的害处 逗到他的害处 所以这一条路呢 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所以同样的我相信 有其好处也是当然有其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父母的监督跟孩子的这一个自治 也是需要的非常谨慎 所以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楚 那关于其他弟兄姐妹的一些问题呢 我就不读出来 因为我觉得在接下来四月份的 这个的讲座 会是可以回答到你们的一些的问题 关于考试啊 制度啊 认证啊 这一些的问题 在四月份的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讲座 都可以回答到大家的问题 那请问弟兄姐妹 还有其他关于这个教育 跟教会的这个问题 可以现在打上来 总经弟兄啊 是 总经弟兄 因为在这个讲座会之前 一位学员他出了几个问题 我就简短的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 这几个问题 他是这样问的 他说 请问你认为教育事工是本国 教会主要的 不应管道的一环吗 如果是应该用什么心态去经营 那么我已经刚才已经稍微讲过了 其实教育事工在以前 是我们一个福音管道 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 但是这几十年来因为 这个政策的改变已经是不是主要的福音管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我们所谓的正规基督教的学校已经 所谓正规基督教的学校已经在马来西亚其实已经是不存在 除了私立的以外 除了私立的以外 那么我们应该要怎样经营呢 所以要自得去死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 请问如果教会的补习老师想要提升教学能力 是否有课程可以拿 也可以对外有认证 那么对这个问题呢 我是建议这位学员考虑考虑这个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这个叫做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它是英国的一间大学 是在马来西亚一个分校 它有提供一个叫做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简称是PGCEI 所以你如果上网去找这个Nottingham University of Malaysia 这个PGCEI是一个认证 承认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Dallas University Sunway College Sunway Campus 也有类似的一个所谓教育的课程 所以通过这个认证呢就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得到认证 而且以后要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International School去教书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 现今的教育制度给我们带来什么挑战 这个我已经在讲座中稍微提出 我们要做出什么回应呢 那么我只是要补充一点 因为我们是改变不了客观因素太多了 面对外面很多我们不能够改变的客观因素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觉得在这个时代对语文能力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不论是英文中文除了除了马来文以外 必须在英文的英文的中文方面的能力提升 因为在我所知道的一些学生 一些经济能力不强的 他到中国去 去度大学 一些经济能力强的 可以到一些国外的大学去 求生照 所以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 在中文或者是英文能力 给他提升 特别强调语文的能力 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在面对这个未来的世界呢 语文的能力是一定还是扮演 谢谢 好谢谢刘弟兄对我们做出这一些 回应跟解答一些学员的问题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的问答环节 那倘若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问题 想要询问的都可以在下一次 的讲座再提问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讲座都会讲到 关于基督教和教育的这一个联系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一个 结束祷告的环节 那在这个结束祷告呢 那首先我们先谢谢刘荣基弟兄 今天抽空来回答 来分享这么宝贵的一些的教育理念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一个结束祷告的环节呢 我们先有请朱志才长老来为我们做 这一个的结束祷告那之后呢 就会进入简短的报告时间 没有请朱长老 天父我们在这个网上的时间 我们谢谢你 我们的刘弟兄 用以他几十年的经验 在这个教学的方面 给我们一些许许多多的取识和帮助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有个机会 在这个教学教育这个方面 这个非常大的合场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往后的日子都展望 我们知道教会我们过去 甚至我们自己的福音堂也曾经 有一段辉煌的日子 不但在马来西亚甚至在其他的国家 也曾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办学的角色 时间环境日子的改变 直到我们走到这个地步 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候 在某一个场所 上帝你还是有给我们一些的空间 能够与教育的施工 来发展你自己的国度 我们将我们自己一切的时间 一些的金钱都投入 在别人孩子 尤其是比较贫穷的孩子们的家庭 他们的身上 使他们经过我们的一些的帮助 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 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 从一个大岗位来看这个世界 看这个教育 到一些细节的东西 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这个今天晚上的时间 共青的仰望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生命而求 阿们 好那现在就会进入这一个报告的时间 好那关于跟陈长老有说的 那个副书刊呢 我已经把它放在那个chat room那边 所以各位姐妹可以把它下载出来 可以下载去你的电脑里面 好 OK 如果弟兄姐妹 对我们这一个以胜的培训的课程 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到YouTube来到去观看 我们之前的影片 我们的培训课程 包括今天晚上的这培训课程 都会在这一两天里面 uproach去YouTube上面 那当然弟兄姐妹也可以 透过这个的Facebook page 来到去看我们最新的讯息 跟一些的活动等等 那来临的这个活动会是在3月20号晚上8点 讲题会是讲关于基督教的教育理念 那讲员会是由马逊的陈约翰博士 来为我们分享这一个课题 那在来临的4月份 4月17号晚上8点 同样我们会讲如何以教育推动青少年事工 那讲员分别会来自三个福音堂的代表 分别是如古福音堂 野心福音堂 以及文良港福音堂 那这三间福音堂分别都有各自在办自己的教育中心 那我们都会请他们的代表来到分享他们如何做这个的事工 好那如果弟兄姐妹想要以祷告和奉献来到支持以身的事工 可以透过这个BobbyBank的account3206731008 户口Starbark Gospel Center CISM的account 都可以把这个收据WhatsApp去或者是email给我们的零点要传到 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出席 那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一个三月份的活动都可以再次见到大家 好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出席 再见